问您就是在您这一次在台东长平江八尖洞所发现的这些古代的遗址 对于您研究自然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 这次到东部台湾是为了要发掘成功的西人遗址 那个是叫技术文化的遗址 我是要配合考古方面的文化史专家来研究考古人类时代的住人的环境 跟住人史跟文化史的关系 所以趁这个机会我到长平江的八尖洞就发现了洞穴的遗址 这个遗址保存很好 因为是洞穴的里面没有被水的侵蚀也没有说以外的摇乱 所以很完整很完整 保存得很好 所以这个里面差不多十个洞里面差不多全部的洞都有以前的老百姓所遗留下来的遗址 这些遗址除了这个跟技术文化成同时代的以外 也有比那个年轻的 同时我们很希望比这个老的就是旧时期时代 还是新时期时代之间的比较老的部分也可以发现 那么在我们目前在本省所发现最早期的这个文化是到什么时候 最早期的文化成啊 发现的文化成里面呢 也有这个新时期时代的孙文陶文化成 孙文陶文化成的年代啊 就是在旁的地方说定的这个年代是一万多年啊 一直到这个两千多年之间啊 台湾呢到底什么时候传到台湾来的 还净粹的这个年代还不很清楚 可是啊至少啊是四千年以前啊已经传来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听到一般听说的就是说 本省的这个文化说有这个南洋传来之说 在您这一次的这个发掘里面听说是可以否定这个说法 那么它这个理由是在哪里 台湾的所有的文化成啊 比如是深温陶文化成还是黑陶文化成 还是采陶的 韩采陶的这个文化成 还是原山的文化成 以外还有平埔族一千多年啊 搬到 传到台湾来的这个文化成 这些文化成啊全部都是大陆传来的 我们看这个遗物的形式我们就知道了 只有这个东台湾的技术文化成啊 过去啊日本人啊他都说是这个海洋的文化 还是所谓岛义文化是南洋传来的 因为这个我们发掘出了很多的遗物出来 还经过考古专家的这次的宋文勋教授啊 研究的结果啊 我们的这个文化形式啊 技术文化的文化形式 比南洋的技术文化还要原始还要早 所以有可能啊就是台湾传到南洋 还是传到台湾来的时代比较早 南洋传到南洋的时代比较晚 有这样的可以解释 也不能解释啊就是南洋传到台湾来的啦 有没有可能说是我们这个本省的这个台湾的文化传到南洋的可能 这个可能啊 因为台东啊跟绿岛啦跟这个南宇啊跟菲律宾的这个马布洋啦 马太洋啦群岛啊就是台湾到旅宋的这个一个跳板啦 过去啊常常有连的啦 所以由台湾到菲律宾很容易的 菲律宾也有很多岛义啊可以连到南方去 这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好的好的 那么您今后是不是有什么继续这个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因为这个八山洞的遗址啊 这十个洞的堆积物啊 对于将来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研究啊很重要的 尤其发现这个旧石器文化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旧石器时代台湾根本跟大陆连的时候多了 所以大陆有了台湾应该是有的 就是还没有发现而已 这一点呢大山洞的文化是很可能性很大的 就是发现这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有的经费的走路啊 比如这个石架赶快去静石开挖跟考古西 大家一起做研究跟发展的工作 同时啊我希望现在在天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在洞里面的这个 福教方面的各位先生不要再继续的再挖开这个洞的堆积物了 因为这个东西一挖开啊 这顺序啊就搅乱了 文化遗物啊就被破坏了 所以这个我们保存文化的方面啊太可惜了 研究方面就会受到一些阻碍 当然会 这一切都会被破坏了